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狱林里如龙潭虎穴 有毒的植物和昆虫达到数百种 少有疏忽都有丧失生命的危险 而这些蚂蚱和蚯蚓实用安全 有助于普通队员们的体力 但是当蚯蚓和蚂蚱放到队员们的手上时 都几乎没有人能够保持症状 要把慢慢蠕动的蚯蚓 和活蹦乱跳的蚂蚱吃下去 队员们想想都会熬透 这样的心理障碍似乎是无法逾遍的 看到大家都不敢吃蚯蚓 教官赵成为带头给大家做示范 脚 用力 脚 蚯蚓呢 它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 含有非常高的蛋白质 和一些胖乎质 看啊 味道还不错 接下来就是你们的 你觉得他们多少人能把这东西吃 三分之一的鱼吗 但是我今天希望他们的每个人都能把它吃下去 慢慢如同的蚯蚓 让人看着就恶心 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 蚯蚓身上那股强烈的泥形味 只往队员们的鼻子里窜 看它动着 看它在动 平时我就不习惯这种 跑啥 教 教 用力 教 教半天怎么才教成这个样子 你教了几下了 教 教快 教快 不要吐出来啊 你吐出来我再给你准备一下大的 干嘴 嗯 好 不错 因为有一股很 很兴气的味道 特别想吐 碰到 特别是 它撞到牙齿的时候 只要能吃的东西 能补充自己的体力 就给它吃下去 这样会对下一个科目完成 会奠近一定的基础 所以嘛 只有这样 没办法 尽管 蚯蚓很难吃 但在教官赵成伟的激励下 队员们还是把这些蠕动的蚯蚓吃了下去 紧接着 队员们又要开始吃蚂蚱 看上去 副连长骁勇吃蚂蚱 没有什么为难情绪 但实际上 蚂蚱比蚯蚓 还难吃 要把这个头去掉 看到没有 头疤掉 味道是什么味道 苦还是还是什么味道 其实也没什么味道 有点像一些树皮 原来像树车 就大了一点 但越大 这个能量越好 把这个吃进去 快 吃 大嘴吃 然而 并不是所有队员 都能像骁勇那样 从容的 把火蚓乱跳的蚂蚱吃下去 每名集军队员都清楚 要想在茫茫雨林中生存下去 蚯蚓和蚂蚱是他们必不可少的食物 不吃就只能挨饿 因此这顿晚饭 树轻重的蚂蚱和蚯蚓 一点也没有剩下 全部被队员们吃进了肚子 事实上 要想真正具备在雨林中生存的能力 仅仅感知昆虫 是远远不够的 为了磨砺队员们的顽强意志 和锻炼强劲的体肤 教官赵成为带领队员们 展开了几乎残酷的训练 这是推卡车训练 每名队员都背着 近三十公斤重的武器装备 他们十个人一组 轮流推着卡车上山 卡车的重量 至少有五六东重 而战士们推着卡车 一走就是五公里 在赵成为看来 推卡车并多算是活动一下筋骨 没等队员们喘口气 赵成为就又把他们赶下了河滩 在河滩里 七八十斤重的轮胎里 总会被泥浆灌满 这个时候 轮胎的重量就会成倍增加 在泥浆灌满里 他的这个脚是失重的 他踩不到底 基本上靠两个腿的根部 来做一个支撑点 然后把那个轮胎提起来以后 他左右放动 前后左右都在摇坠 那么这个时候 要靠一个时候 他的这个平衡的能力 要想在布满树根 和藤蔓的雨林中 剑步如飞 如里屏蔽 就要求队员们脚下有根 手上有地 这也是教官赵成为 设置这个科目的初衷 只要赵成为不喊结束 任何人都不能停下来 非常大的石头 举起了那种感觉 脸上眼睛都苦涩得好 眼睛就上了 其实流着流着泪吧 但又在水里面看不清了 几乎没有人能记得清 自己到底把轮胎 举起了多少次 又摔倒了多少次 一个多小时后 许多轮胎被埋进泥潭后 就再也没有被举起来 这时队员们的体能 早已消耗殆尽 然而 一个名叫陈玉彪的队员 还在咬牙坚持 他一次次地把轮胎举过头顶 战友们的目光 全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 省肆力竭地为他加油助威 陈玉彪的身材瘦小斑驳 而且还是一名 入伍不到应言的心别 每次训练 当别人感觉很轻松 我非常痛苦的时候 就证明 那就是差距 我拼命了 那证明 我就有机会赶上他们 但是我举起了一件人态的时候 我有种感觉 就像我撑起了一片天 直到教官赵政委宣布 训练结束的那一刻 陈玉彪还倒了下去 身体笔直地砸进身后的泥毯 这名新兵的表现 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刮目相看 别人都可以轻松地举起来 而我举起来非常艰难 我今天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 我做到了 我成功了 陈玉彪在他们里面 也是一个很好的典型 个小 当时把他跳到对里面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带一种 明文的目光 成绩在他身上有一种特点 就是永不言败 永不放弃 特别在这种高强度的训练下 他身个那么小 体质那么弱 他能坚持 为了圆满完成集训任务 把这三十名队员训练成真正的雨林勇士 教官赵成伟近似残酷的训练 一天也没有停息 他决定冷酷到底 雨林中 河流水系纵横交错 在水温不过十几度的合理训练 用不了几分钟 队员们的体温就会被水流带走 并且很快他们感受到了种种的不适 进去的时候 咱们这个头是扬起来的 鼻孔 耳朵 整整部位 它都容易进水呛水 我是想通过不同的手段 来提高他们 对水的这种适应能力 你们三个行不行 行 还点击变速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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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我就觉得自己像溺水 所以有点恐惧性 所以每次都一躺下去 我就想马上起来 在河水里做仰卧起坐 不仅河水会不断地 涌进队员们的口鼻 而且两三百斤重的原木 还死死压在他们的身上 赵承伟是想用这种训练方式 让战士们体验 身处绝境时的求生本能 可不一会儿 赵承伟就发现 新兵和斯甲和其他队员的动作不一样 他死死抱着原木 怎么也不肯把头没入手中 小时候对着烟过是吧 几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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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了准分的出来 对烟过的人 他对着水 都会有一种恐惧心理 那么那一天他就怕 他说他站在水上不怕 但是到整个人 把头 这个闷到水里面去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一种恐惧 赵斯甲是一名藏族战士 入伍还不到一年 小伙子平时的军事训练成绩十分优秀 但赵承伟没想到 顺利入选集训队的赵斯甲竟然怕水 面对怕水的赵斯甲 赵承伟可没有手软 在他看来 赵斯甲要么退出集训队 要么必须很快适应这种训练 当赵斯甲听到赵承伟说 只给他五分钟时间 解决怕水的问题时 他觉得自己是不是听错 但赵承伟可不这么想 在他看来 侦察兵任何时候都不会选择放弃 他要用他的方式来帮助赵斯甲 在五分钟时间里 完成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入伍前是摔跤队的 那个他的劲 块头跟我差不多 如果在水运他这个人处于一种本能的求生反抗的话 我是按不住他的 特别紧张 像蹦起来一下 从什么 就像 人到最后的都要垂直增长了 就像到了那地步一样 面对赵斯甲的挣扎 招成为迅速调整的方式 闷着 你静静地听一下他的水声 要不 什么都不要下 你静静地憋气 不要慌 好不好 你整个扑下去 准备好没有 好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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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坚持是最大的神力 你坚持过去了 神力就是属于你的下去 我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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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超越自己啊 下 那就下去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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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瀑布 赵成为安排的训练课目 一个比一个难 这一天 赵成为把队员们带到了一个大瀑布前 他要让队员们接受又一场极其艰难的训练 这个瀑布落差三十米 水流声震耳玉笼 从相当于十层楼的高度奔腾而下 按照赵成为的要求 每名队员都要在瀑布下站立了一分钟 为了安全起见 教官赵成为刻意给大家做了示范动作 我感觉进去就是没法呼吸 眼睛没法睁开 不要说是做出一些判断 就连是脚柴哪 手抓哪 这种潜意识东西都很模糊 从三十米高空砸起来的瀑布 像高压水枪喷出的水流一样猛烈 但在大瀑布下的冲击训练 却没让队员们有半点退缩 他们很多人都把这里 当成了证明自己拥有超群实力的舞台 看着其他队员勇敢地冲进瀑布 老兵于春晓也越远越湿 比较有那种新鲜感 也想去尝试尝试 也想去看看到底有什么感觉 让他们叫到那种哇哇的 好 于春晓 四 过来 你赶不赶进去 好 走 再给我打进去 你赶不赶 好 来坚持 好 走 然而 当真正冲进了瀑布后 于春晓才明白 为什么战友们会在瀑布的冲击下 哇哇大叫 那种感觉就像 就像好多人在打你 在用脚踹你 但是你不能还手那种感觉 只能抱着头被打的那种感觉 被水流冲得实在受不了 于春晓下意识地开始往外挪 可教官赵成伟 却在外面死死地顶着他 让他想退也退不出来 感觉心里窝固 心里烦 你想往外低一点 水流小一点 他才给你退回来 感觉更窝固 感觉自己太烦了 太受不了他了 看到自己不得不老老实实地 承受水流强烈冲击的现状 心情烦躁的于春晓 渐渐冷静了下来 而就在冷静的思考中 侦察兵特有的潜能 也一下子被激发了出来 于春晓猛然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如果说你一门心 就想他有多苦有多累 你绝对是坚持不下去 我的方法就是 我最受不了的时候 我就是想一些开心的事 最终老兵于春晓 按要求完成了这个训练课目 接下来马上要冲进瀑布的 是新兵陈玉彪 由于陈玉彪是集训队中 个头最矮 身体最单薄的队长 因此所有人都担心 他很可能坚持不下来 可陈玉彪站在瀑布里的表现 却让所有人都改变了看法 他就像一块石头一样 顽强抗拒着猛烈冲击的树 五分钟后 当教官赵成伟 把陈玉彪拉出瀑布那一刻 他却高声喊出了 令人感动和震撼的一句话 他们能熬过那个疼痛 我相信我也能 那肚子倒在头上 已经开始头晕 整个背都是麻的 很想冲不出来 我看我这肚子倒能承受到什么地步 又延长了一分钟 当体力完全耗尽的陈玉彪 亮枪着走出瀑布的时候 教官赵成伟坚硬的心 也被这名入不到一年的新兵融化了 他像照顾自己的小兄弟一样 一把掺住了陈玉彪 而就在此时 连走路力气都没有的陈玉彪 却爆发出了足以震撼于林的呐喊 陈玉彪胜利的呐喊声 似乎在一瞬间盖过了瀑布的咆哮 身体干过的陈玉彪 给在场所有人带来了最强烈的震撼 这是玉林侦察兵内心的力量 这种意志是比子弹更加犀利的武器 在为期三个月的集训中 教官赵成伟把三十名侦察兵按进了玉林 他以近乎残酷的训练方式 带领队员适应了玉林牲口 并且掌握了玉林作战记忆 在玉林中 这些侦察兵行踪诡异 却又无处不在 他们将如幽灵般无声无息的 把匕首插进敌人的胸脏 他们的极致勇敢 也将让危机四伏的玉林变成敌人的恶物 他们是玉林的主人 他们是玉林中的忧事 精兵苦练 造就零点六秒闪电枪绑 或许路上遭遇毒蛇 瞬间爆发人蛇大战 眼镜受伤依然能弹如虚发 小小青虫成就军营支出侠 眼镜连掌带出强悍喷火音 玉林勇士生存分红 军地求生 深入各兵总训练密营 精彩讲述兵亡故事 军事进食 下期播出 兵亡传奇 第四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